曾老師剛看到的是尚莫斯的說法 他認為美國這一波的通膨的時間 跟在高原的震盪 可能會維持的比市場預期的還要久 是的 就是其實美國即使三個禮拜 已經升息了這個兩碼 但是他的挑戰非常多 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所以未來他也可能繼續升息 那也可能縮表 或者其他緊縮的貨幣政策 那我們看到美國這一波的動作 雖然民間有猜測 他有一些基本的目標 比如說通膨到2% 那基準利率在2.5%到3%之間 但是其他的國家都手蠻攪亂的來因應 我們之前有提過 澳洲跟英國呢 上上禮拜都已經調了0.25% 那斯蒂蘭卡調到7% 那我們這個禮拜最新的看到 墨西哥連著八度升息 然後這個歐洲央行 暗示7月也要升息 然後馬來西亞也在升息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美國經濟在升息之下 籠罩著各種的陰影 所以我們看到各種悲觀的預言 此起彼落 比如說比爾蓋茲跟IMF 在一兩個禮拜之前 就做了很多悲觀的預言 紐約時報也說 新興國家可能陷入失落的十年 那達里歐呢在幾天之前呢 他也預言就是說 歐美的社會所累積的這個泡沫呢 可能在兩年之內會達到高峰 這時候他的泡沫可能比2008年更糟 那上個禮拜呢 CNN呢也提出四個要點 說衰退可能會大幅來臨 他這四個要點裡面特別是突出 股市的這個抛售跟美債的抛售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全球股票市場到底萎縮到什麼程度 那全球股票市場在這個分析裡面 我們看到在2021年的時候 他總市值120兆美金 但是到上個禮拜為止 他已經下跌了21兆 那如果美國的利率繼續往上走 這個對於股票的抛售會更加的嚴重 那另外呢全球債券市場 他的規模比這個股票市場更大 140兆美金 但是累計到上個禮拜已經下跌了17兆 然後呢因為你利率走高 雖然債券價格會變得比較便宜 但是你繼續走高 就表示我債券的價值會跌 所以大家也不要進來承接 所以看到了一個現象 就是投資人現在加速的這個現金化 從我們這個圖表裡面 下面這張圖表裡面很清楚看到 我們先看股市 美國全球是下跌了17.5 那債市呢是下跌了12.1 那以台灣這邊來看 台灣在最近的這個下跌呢 也那個股市的損失也達到4.4兆台幣 下跌的幅度到達8.8 那台灣漲萬再次 雖然我們現在利率變動不大 但是未來也是偏空的 那我們再看全球其他的資產 幾乎全面都下跌 數位貨幣下跌 這個比特幣下跌的55% 黃金也在下跌超過200美元 好最後再接下來我們看看房地產 房地產是未來也是預估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看到在過去兩年裡面 美國跟跟歐洲其實是這個 房地產一直有泡沫的現象 那美國降息之後 其實你看到美國的十大城市裡面 房地產已經在下跌 那台灣這邊的情況是 因為我們還沒有升息 那未來我們升息的幅度 可能也沒那麼大 但是整體來說 我們的這個貨幣的供給量 M1B跟M2之間增長率在縮小 也就是說未來也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我們總結起來 就是說我們看到全球在動彈當中 所有的資產幾乎都在下跌 當然投資人來說 你抓到趨勢就是獲利的時機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學到 像巴菲特那樣 他在這個狂掃西方石油 然後占到15.3 其實不容易 你要有專業的訓練 另外你也抓到一些內部的訊息 所以基本上我們對未來 面對未來的變動 大家投資還是以保守為一